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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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級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電堂 小郎哥 是 剛剛跟誰講的電話講這麼久啊 就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什麼朋友啊 要幹嘛 就是約約吃飯嘛 約吃飯 吃什麼 去餐廳啊 不能去越南小吃部嗎 講清楚會怎樣 幹嘛搞什麼神秘啊 李宗盛 妳還不懂意思嗎 還不懂 就是 有的時候你們女人問那麼多 還一題接一題 都已經切不斷的 你知道嗎 有那麼想要知道我們男人的行蹤嗎 有這麼難切嗎 其實也沒有啦 就這樣 好不好 跟民族英雄 就跟民族英雄 搞得神神祕祕的幹嘛 男人 你有必要這麼故意搞神祕嗎 不是我們愛搞神祕好不好 有的時候你們問多了 真的給我們找麻煩嘛 是不是 好好講話喔 其實問多了就是表示關心我們 其實這個也是應該的 問得很好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演藝圈三位喔 自稱胸懷坦蕩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胸 就是說 但是他們自稱 喂 講清楚誰沒有講清楚 哪一個 對哪一個 誰搭槍應該就在說誰了吧 我必須要好好介紹今天的女人團 這很部分 有兩位是真的胸懷坦蕩 有一位就是腦筋一直不清楚到現在 好 今天的女人團有何玉文 貝統彤和徐小可 來跟大家分享男人愛裝神祕的經驗 而型男團當然也照例來個大反擊囉 像是夢多就曾被心儀對象 搞得自尊心大傷 而賈斯汀更自爆 媽媽的男友 只比自己大兩歲的心酸 到底型男們還遇過什麼樣 裝神祕的女人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強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有一點不一樣 今天集合了 南港劉德華 還有自稱自己是東區窄窄的 哪裡窄窄啊 沒有問題吧 你是東區豬有窄 豬有窄窄這樣子 豬有窄窄 對 我其實沒有講完嘛 那有遇過那種吸引力破表 超有神秘感的那種異性嗎 就是有碰過學歷好 長相好 然後看起來很體貼斯汶啊 感覺又很愛家愛狗的那種 跟你出來都會帶一隻很大的 拉布拉多或忘記獵犬那種 就覺得帥氣斯汶又禮 你知道 帶公園 到公園帶拉布拉多 這是一種性暗示嗎 這不是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耶 為什麼 你是看愛狗人士請來電嗎 為什麼是性暗示 你不知道就有的人 專門是搞這一套的啊 一定要帶拉布拉多嗎 為什麼要拉布拉多呢 不是 一個男人帶一個小吉娃娃 這樣也很怪啊 感覺有點 所以我之前 我們家是養那個白色貴賓 我都叫我老公去遛那個貴賓啊 他說他遛的時候 超多奇怪的眼神看他 是不是 遛拉布拉多就會吸引女生對不對 我就覺得有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哇 這看起來就是愛家愛狗啊 然後一問之下 就覺得談吐啊那些不錯 可是問到工作的時候 就覺得他支支吾吾的 想說可能工作很好 不方便講 因為他怕說我們剛認識 會不會去問他賺多少錢 陌生人 陌生人 可是每天呢 就是感覺可以約會的時候 也都還滿熱絡的 可是大概晚飯過後 會消失一段時間 晚飯大概六七點之後 到十一點都是消失的 這個時間是找不到人 每一天每天每天 每夜 然後那時候手機就會關機 然後可是十二點之後 他又會出現囉 所以我在 你看後來我自己想 該不會是 會不會結婚了 每天晚上搞不好是要回家吃飯 晚餐 吃完飯 吃完飯 老婆小孩睡覺之後 可能會說有應酬啊 或是晚上有聚會 跟朋友兄弟啊 他又可以再出來 所以又可以打話給你 因為每天有一段時間會消失 你就開始會胡思亂想 你會覺得很詭異 然後後來我問他 他只有知屋是講說 跟工作有關 所以我自己猜是跟家庭有關嗎 剛剛說的 可是他跟我說是跟工作有關 他就說 貿易 股票 貿易 期貨 你是不是因為 每一天的八點到十一點找不到他 所以你會覺得 他的吸引力又大過於其他的男生 會有一點點就是覺得 你更想要知道 尤其是 我覺得人在那個違法邊緣的時候 其實你是 就是說 聽他的工作好像有點神秘 好奇感 你不是想要參與 你會覺得 那個 人其實是有一點點 應該講 那叫什麼 犯賤 就是你會覺得 好刺激喔 就是 為什麼會有一個 這樣神秘的人物 你不知道他在幹嘛 其實我覺得女生 比較會假鬼假怪 我那時候是 我講說 很好 是不是要反省了 對 我才講一句話 非常之動 還是你拉背獎好了 那時候 那時候是 我被兵變 然後你知道 因為我被兵變之後 我就想說 我是個算蠻有智慧的人 因為我知道 趕快轉移目標 另一句就不用再接了 趕快轉移目標就好了 手機拿起來 只要是女生就傳簡訊 然後 就是 亂槍打鳥 就趕快再找到下一個目標 我就可以不要而喻這樣子 然後我就傳傳傳 好爛 這招很有用啦 各位 各位廣大的粉絲們 可以用一下這招 然後我就傳到了一個 當年 我在大學的時候 畢業旅行的一個導遊 那時候他很正 你怎麼樣亂槍打鳥 你從哪邊找來這個朋友的名單 我的手機電話號碼裡面 就說每一個都傳就對了 以前曾經可以在一起 但是沒有在一起的 所有全部都傳了 對 那你傳什麼內容 就 你在幹嘛 你好嗎 好久不見 這種的 我以為應該是傳 就一句 晚上可以嗎 不是啦 你要先看大家誰有回你 然後有回你裡面 比如說有五個人回你 然後這五個人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然後就真的 好壞喔 不然你都會用兵兵 你做兵就沒力了 不然你要傳 對 然後就傳 我覺得就是國防部 有點太鬆了 你看被兵兵還可以到 一直發簡訊給人家 對 帶手機進去 你為什麼可以帶手機進去 對啊 後來因為他怕阿兵哥 有時候要報平安什麼的 所以是允許 只要不能拍照就可以了 然後我是在午休時間 我犧牲我睡眠的時間 在那邊打簡訊耶 很可憐 我被兵變耶 你們同情一下好不好 兵變耶 好 言歸正傳 就那個導遊就回我了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就開始跟他聊 只要我傳什麼 還是打電話給他 他都會接喔 然後簡訊也都會回喔 然後弄得很曖昧 好像就是 我們是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不能見面的那種情人一樣 後來就慢慢的 越來越熟之後 然後就是要約見面的時候 已經都約好了 我去台北找他 然後哪一家電影院 哪一場的 集點 然後我先約在那邊 要看電影什麼的 都約好第一次見面 我到現場之後 要打給他 手機就不通了 沒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我想說他可能是訊號不好 還是怎樣 他在聽他想理由 還是怎樣 他手機沒電 還是說他手機掉了 什麼都沒關係 就一直沒有 然後到最後面 電影都演完了 我還站在那邊等 跟智障一樣 通了 他說不好意思 對不起 那個他媽媽臨時 好像是比如說 走路跌倒 還是肚子痛什麼的 帶媽媽去看醫生 所以沒有辦法 陪我去看電影什麼的 總是每次要約他見面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奇怪的理由 然後就不出現 但是我都會痴痴的等 到後來呢 他自己才坦承 因為他就這樣子 大概也持續了快一年 因為我在當兵不能出來 我每次放假 就去出來等他就對了 每次 約幾次 約了十次嗎 有兩三次 大概都相隔一兩個月 後來就是他承認了 他其實有男朋友 他只是想跟我玩一玩 因為我在當兵 他覺得這樣很好玩 可是玩一玩要肢體接觸才能玩 沒有沒有 他就是想要享受被人家就是甜言蜜語 他其實在幫你耶 你要想吃一年一年 對 他在救我 因為他知道我很傷 我也是這麼想的 他在救我 但是他不能跟我在一起 因為他有男朋友 接下來我們來聽一位 傻妹的故事 唉唷 我覺得火象星座 有時候真的碰到愛情 就會盲眼的 不要牽托到星座 妳是個人的問題 沒有 射手是很聰明的 妳個人的問題 那我以前就是 對天蠍座 非常非常沒有抵抗力 我覺得天蠍座 是一個非常有神秘感的星座 然後有那種莫名的吸引力 然後以前就有一個天蠍的男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正要約會啊 要試試看要不要交往什麼 然後他每次都會很貼心 就說那我去你家接你 或者是說我去載你出來玩什麼什麼 可是就從來我沒有去過他家 不知道他家在做什麼 甚至在台北的哪一區我都不知道 然後這六月有經驗對不對 不好意思 是在爆哪個料嗎 不好意思啦 是因為他太懶了 沒有出那一本書 不然妳也不會遇到這種 對 妳為什麼當初不出一本書 救贖這種女人 真的 我覺得我才是翹楚好不好 真的喔 真的 後來呢 後來就是 我就跟我朋友講 然後有時候女生就這樣聊聊天 想說最近有一個天蠍的男生不錯啊 什麼什麼什麼 想到後來我朋友問我說 那他住哪裡 他住什麼工作 他幾歲 他什麼什麼 我想說 哇我完全被考倒耶 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 不認識 我只有他的手機號碼而已 貝董彤妳連對方幾歲 做什麼妳都不知道 搞不清楚 然後妳是人家的女朋友 我覺得還不接近到女朋友 就是正在認識 約會的階段 約會這樣子 對 所以我後來 後來我就 我朋友這樣問我 才突然驚覺說 天啊我正在跟一個 我完全不了解的人約會 所以就說妳盲目啊 我好盲目 我真的盲目 對啊 我就覺得好可怕喔 然後後來 後來才耳聞聽說 這個男生其實是有女朋友的 我發現我跟妳 就是一起聊男生的事情 我發現妳真的太害怕 哪有 真的 我有醒好不好 我沒有繼續聊了耶 唉唷 真的嗎 對啊 請問妳現在醒了嗎 還蠻清醒的 你看 她發現她自己醒 她趕快喝酒幫她這樣醉 她不能醒 她沒辦法太清醒 沒有沒有我覺得就是 有些女生啊 就是 男生越壞越愛 而且妳沒辦法控制 男生還不是一樣 而且女生就是我覺得 你越快得要妳就越想吃 對 比較 我說比較 哪有 男人比較犯賤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天生的母性 我們看到男生壞壞的 我們想要照顧她 改變她 對不對 對 但是有的女生就是也是會利用 男生這個型態 是 我這個Q點真的嚇得非常好 我覺得我抓得好對 真的 你最好嗎 好講 對 就是啊 我那個時候 大概高中剛畢業18歲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過我18歲的照片 真的是很帥 往下走重點 謝謝 真的沒有 今天我們的型男團 好像講的都不是重點的感覺 那個時候就認識了一個球迷 那因為通常在球場會來跟我照相那種球 跟粉絲在一起就要不得了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通常我們的球迷都是那種小女生 國中生 最多高中生 那個女生就來跟我照相 看起來真的長得很漂亮 長得像張博之 然後呢 後來 張博之還是張博舟 差這麼多啦 張博之 博之 博之 然後後來 因緣際會 我竟然又在一個 就是旅行社認識他 因為我去買機票 然後就 又遇到他這樣子 我就很巧 我們就有交換電話 然後就慢慢的 因為他年紀比我大 然後就在一起 結果呢 他也是那種 常常可能兩三天 打電話 找不到人 或者是找到人 他會說 我今天可能沒辦法出來 這樣之類的 然後呢 可是他只要一出門 我們只要一見面 一約會 他又非常熱絡 然後對我非常好 然後因為是姐姐 又教了我很多事情 你知道嗎 真的教我 舉例舉例 不好說 就是該教的都教了 然後對 然後後來 我輾轉 就才從其他的朋友那邊 才知道 因為是朋友的朋友 才知道就是 他也是有男朋友的 然後我根本就是 你知道 大狼狗 他只是貪圖我的同體 你知道嗎 你在哪裡啦 你是跟鄭之龍同期的嗎 不是 當然不是 我跟鄭成功 他爸爸鄭之龍是同期的 鄭之龍跟鄭之龍不一樣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差太多了吧 不是打籃球都是同化的 我這個太精采了 我這個朋友呢 他那時候跟我講 他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女生 真的是失心瘋 因為這個故事 我自己聽起來 我就覺得可以拍成聯繫劇 他跟這個男生朋友 在一起的原因呢 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女生情傷 然後呢 就後來這個男生 也是像黃鐙輝一樣 用簡訊來慰問他說 你最近好嗎 然後後來呢 他們兩個呢 就也沒有算住一起 但是這個男的 因為他是做化妝品的業務的主管 所以他的周圍圍繞的都是女朋友 那那個時候 那女生知道這個男的有男朋友 有女朋友 然後後來呢 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有女朋友 然後後來呢 這個男生跟我這個朋友搭上之後呢 他大概每天晚上 3點多4點就會出現在他家 晚上凌晨 好可怕 那因為這個女生他很晚睡 他基本上都兩三點睡 所以他的心情會因為這個男朋友 這個男生有沒有出現在他家 而被影響到 他在等這個男的回來 可是他也不敢問說 他到底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沒 而且他們兩個在一起 大概一兩個月吧 沒有發生過關係 他只是抱著他睡覺 然後我們所有的朋友聽到 都覺得這男的一定有問題 怎麼可能 我這朋友長得這麼漂亮 然後身材這麼好 抱著卻不做任何的事情 就這樣一兩個月過去 有沒有可能是 這個男生只有這個女的看得到 很多事情他想做但做不到 所以都3點 看得見啦 又不是小優 所以他每天晚上半夜 他都已經梳頭了 凌晨3點鐘 真的啦 看得到 因為他們公司的人 都知道這個主管 然後所以他也不敢去問 他們公司這些人說 他跟他前面有道理 是一間鬼公司 不是 還賣菸汁的耶 然後這個男生呢 就在這個女生 所有的朋友 我們都跟他講說 這男的一定有問題 他 結果呢 他是不是日本男的 不是 化妝品 就在他 就在那個女生朋友 在懷疑的同時呢 那天晚上他們去唱歌 然後那個女的 就有點喝得有點醉 那男的就把他撲倒了 他們兩個就在那一次 大概3 4個月之後 發生了第一次關係 在KTV裡面 是不是太開放了一點 沒有沒有就回家 回家之後 然後就發生了關係 但是這之後呢 這個女的完全不敢問這個男生 他為什麼那麼晚 3 4點才會回家 為什麼有的時候沒有來 那沒有來的時候 你住哪裡 因為他幹過他的鑰匙 他的那個口袋鑰匙 錢包掛的鑰匙 只有汽車鑰匙 因為汽車鑰匙就是很明顯 就有LOGO嘛 這男生就是沒有給他任何原因 而且這個女生 也不敢問這個男的 他到底跟他前女友分手了沒 因為結果呢 他們兩個現在還在一起 還在一起 就是還維持著這樣的關係 還是半夜三點出現 可能早一點 有時候會早一點 因為他有告訴他說 為什麼你都那麼晚回來 這樣多久了 有半年了吧 而且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這男的 他從來沒有在這女生面前講過電話 這個女生也從來沒有聽過 這個男的的手機鈴聲 因為他都永遠調震動 很奇妙 那我就跟這女生講說 你為什麼不跟他分手 他說因為他來的時候 我快樂 可是他不希望他的人生 沒有這個男的 他會一輩子不快樂 對啦 因為有時候 那算了啦 他來都有快樂就好了 對啊 有的每天來還不見得快樂 真的 對啊 久久來一次有快樂就要蜘蛛了 對啊 不容易 所以三四點來 他會待到第二天早上 就是睡一覺 然後早上起床 大概八 九點多十點 他業務要上班的時候 他又去業務上班 那家日會一起出去玩嗎 不會 他們兩個從來沒有出去玩 他見過他的家人嗎 沒有 他有朋友嗎 有朋友 但是都不是同一團 待會再慢慢跟你講 這個太離奇了 離奇 我覺得你應該要帶來 給六月姐開導一下 對啊 我希望大家都看得到他 還是 看到了 看到了 基本上這個一定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男生應該是有 家庭的 或者是他有很大的恐懼症 對於感情 對 這是應該有家庭的 來往畢亞家伯的故事 是 我之前也有遇過一個 就是很神秘的女生 我那個時候我追究她 然後 但是我們住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所以我們偶爾見面 比如說我問她工作的事情 她就不會清楚地回答 我覺得她不會很 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我到現在 我不知道她在哪裡工作 我知道她是美容師 但是就是 我不太了解她的生活方式 然後有一次她 她說 她要去德國旅行兩個禮拜 哪裡回來我們再聯絡 但是她完全消失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的訊息 我在Facebook看到她的一些照片 我覺得她 她根本應該連德國都沒去吧 有可能 對啊 她還有 她還有繼續去更新她的Facebook 她可以阻擋我 詭異喔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你不是她的菜 對啦 或者是那段時光的快樂啦 只是這樣 有可能 有可能 古龍碰到的事情好像也蠻奇怪的 我又遇過一個很神秘的女生 要逗牛捂了嗎 逗牛捂了嗎 逗牛捂了 這個女生 有漂亮 有辣 有聰明 有聰明 在台灣嗎 有錢 台灣 那就不適合你啦 都有 但是她有一點神秘 因為她也不喜歡講就是 自己的事情 比方說工作啦 或者是家人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神秘 就好了沒有問題 但是呢 我就有發現 因為我喜歡就是看女生的寶寶 因為我覺得 看女生寶寶裡面 你可以了解女生的個性 她們是亂的 或是乾淨 或是什麼的 但是呢 那個女生都沒有讓我 看她的寶寶裡面 然後 我有一點討厭這個事情 所以呢 我們剛好在約會幾個月 她去廁所 然後趕快去看她的寶寶裡面 然後打開 看她的零錢寶 然後又看到她的ID 她 44歲 她本來有跟過講 她25歲 她看起來很年輕 她看起來很年輕 但她有跟你講她25 她有跟過講是24歲的 會不會這是她媽媽的ID啊 沒有沒有 當古羅在講故事的時候 幹嘛 我的耳邊 傳起了一句 這誰沒遇過 對啊 小陽哥你碰到的故事是怎麼樣 剛剛那個製作人Q的很好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啊 她以為就是那個 她的女朋友看起來就是 怎麼講 就年紀很輕 像奇奇這樣 就看起來 你搞不清楚 永遠搞不清楚她幾歲 幼稚 是後來看到她的護照 已經交往一陣子了嘛 看到她護照才知道 原來她比她還大 大還好 你想想看那個畫面 就是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 奇奇的年紀 其實比黃燈輝還大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 可是年紀很重要 可是那沒有辦法 那沒有辦法 你已經愛上她 對啊 不是大也要看大幾歲啊 後來你們在一起多久 不是我 後來他們結婚了 八位喜男們 如果你碰到這樣的狀況 你會選擇繼續跟這樣的女生交往嗎 會的請舉圈 不會的請舉差 等一下她幾歲 44 她44歲 但看起來像25歲 而且有生過孩子 對 重點是夢多 她沒有要你養小孩 她有沒有生小孩 關你什麼心 我覺得你可以換一個心態 看你 你既然知道以後 你就想說 那可能我這一次 要的不是女朋友 是一個乾媽 這樣也很好啊 乾媽 有的乾媽也對你很好啊 你有點志氣好不好 對啊 但是我很好奇古龍你有因為這樣生氣 誰沒有乾媽 我沒有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 古龍怎麼樣 你會因為這樣生氣嗎 你有生氣 會生氣 不是因為她44歲 是因為她騙人我 為什麼她要騙我 她怕 如果你知道她真實的年紀 你就不跟她在一起了 沒有 如果她 姐姐本來跟我長 她年紀多大 我會跟她一起 你會嗎 會 夢多如果你今天碰到一個45歲的女生 她跟你說她45歲 她跟你在一起 你會嗎 看起來像25歲喔 她的重點 不會 夢多應該不會啊 我48了不是嗎 夢多 夢多50好幾了吧 欸 如果是50好幾 找不到那成立 對 對不對 而且50好幾還有可能 有社護腺肥大的問題 對 沒有 我可以講一下嗎 因為你剛剛講的事情 已經就是生過小孩 對不對 我已經拿 我的這邊已經過小 那生過小孩已經鬆嘛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感覺 說不定那剖腹啊 對啊 你怎麼那麼悲觀呢 對啊 你問她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先設想到她的狀況嘛 對不起 那凱傑 你的意思是 你還會繼續跟她在一起 我覺得 如果是已經有感情的話 其實我覺得 就沒有關係 年紀不是很大的關係 可是如果是一開始 就是 可能是45歲 我會覺得可能 沒有辦法有未來 所以我就會 就算了 但是家伯你年紀多大 現在在32 冷漠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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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看不出來是 為什麼都不講話 為什麼 沒有沒有 因為我直接聯想到32年次 沒有 其實她那個國家的人 長得比較成熟 不是 32跟44 其實只有差12歲 其實是應該還 成立 還好的吧 家伯長得有點像克里斯威特 真的 有有有 所以賈斯汀絕對不會在一起了 不會 她年紀跟我媽媽一樣大 可是她很有錢喔 奇怪啦 可是她看起來很年輕呢 很有錢 你最需要的就是錢 很有錢 我跟妳講 如果以前有一個小孩 我很了解 像我媽媽她之前跟一個 她現在45歲 兩年前她跟一個 超我兩歲的男生在一起 你看人家想得多開 媽媽眼睛都好了 誰尷尬 我 我尷尬 因為妳要叫她uncle uncle uncle 兄弟 那妳要叫她什麼 沒有啦 還可以跟她講什麼 uncle 已經在一起了 就 好啊 這樣還不錯 跟學長在一起了 跟學長 跟妳的學長在一起 跟妳算是 算是 跟妳學長 如果我們賭同一個學校 就是學長 喔 喔 她兩歲 她兩歲 因為像打NBA的有一個 忘記是誰 反正就有一個打NBA 叫LaBron James 他的 他的那個 他的隊友就跟LaBron James的媽媽 媽媽 對 那麼嗨 對 但是跟賈斯汀的狀況是這樣 你們會有什麼衝突嗎 會啊 你是跟妳的媽媽有衝突 還是跟那個男生有衝突 跟她有衝突 其實我們差一點有 打架 對 為什麼 怎麼可以 她是爸 我怕妳的爸爸好不好 我怕妳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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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妳的爸爸 沒理由 妳不怕妳的爸爸 說妳的媽媽的後爹繼父 對啊 沒有 因為她 她就是 還是年輕不了解那個媽媽 對小孩的那個感情 所以她吃醋是不是 對 她吃我跟我妹妹的醋 對 妳要聽那個故事嗎 就是有一天 我們在 我在跟幾個朋友在那個陽台 看一個電影 然後媽媽在裡面煮飯 然後我沒有聽她說飯好了 所以我媽媽就是很媽媽的樣子 她就把那個盤子弄好 到外面送給我 那也沒什麼 如果我聽到 我自己我會進去 那 但是那個男朋友 她就在裡面 我妹妹跟我的舅舅在裡面 他們都在喝酒 然後男朋友看她說 為什麼她不能自己進來拿 為什麼一定要送她 她這樣講 我妹妹聽到說 妳以為妳是誰啊 就開始跟她吵 然後那個男人就開始罵我妹妹 她說 妳罵我 我是妳媽媽的那個男朋友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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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准重我什麼的 然後我舅舅她也醉了 就說妳罵我的子女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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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亂七八糟 然後我在外面聽到那個 裡面很熱鬧 我說你們站在這邊 我進去看一下 然後我走進去 就有分兩隊 這邊我媽媽的那個男朋友 這邊是 她們有穿球衣嗎 對 對 你們有穿球衣在這是什麼 沒有沒有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有穿球褲 對 對 然後 他們在那邊吵 這邊我妹妹跟舅舅 這邊那個男的 中間我媽媽 我媽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到中間 然後把我手放上去 然後 左邊那個 我那個舅舅他沒有怎樣 所以我就把他推開 然後這邊那個人 他就把我說 這樣摔下去 然後我那時候去練空手道 所以我那個就站好 我說 然後用英文跟他講 我說 你現在得走 他就走了 嚇到他 就很難 我說你得走 他就走了 我的故事跟古龍講的 就是有一點很像 然後那個時候 這個女朋友 我跟他在一起半年 我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們是同一個學校 我不知道他幾歲 我不知道在圖什麼 我說你在念什麼書 他說先不要問好不好 我們就是同一個學校而已 然後我跟他在一起快半年 我都沒有看過他的朋友 然後他父母也沒有看過 然後有時候 跟他的朋友 有時候走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我說好 他跟我講 他說看到我朋友不要過來 拜託不要過來 我就覺得好 沒關係 我們在一起 就是不會 我不會想麻煩他 然後 結果半年之後 他帶我回家 然後看到他爸爸 然後爸爸說 你在幹嘛 在台灣來多久啊 什麼的 我那個時候剛來台灣 19歲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你幾歲 我說19歲 他就這樣子看我 就很 就是有點嚇到的樣子 然後他說等一下 然後他跟他女兒 在那個廚房 一直講話 一直講一直講 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他爸爸說 好好好沒關係 他沒有跟我講什麼事情 然後結果有一個晚上 說我真的 有點生氣 看到他跟他朋友 走在一起 然後我去問他的朋友說 誒 這是你的朋友嗎 他說對 對啊 然後我女朋友就是介紹 說這是我男朋友 然後我們在一起半年 然後我說你在吐什麼 吐什麼戲 他講那個戲 然後我說像是 大學幾年級 他說什麼大學 我像是普斯班 三年級 所以他是27歲 都不敢跟我講 然後那個時候是9歲 然後 對啊 這是沈蜜 不喜歡跟我講 他的 他27歲 我覺得如果前面 講清楚的話 我們還是會跟你在一起啊 對 女生不要太那個 所以外國男生真的很介意 年紀沒有巨石已爆嗎 沒有告訴你實話他幾歲嗎 是 坦白嗎 應該是四男生都很介入 你要前面講啊 要講清楚 我們才知道你幾歲 會還是只有國外 知道幾歲又怎樣 像鄧衛哥 鄧衛哥他笑人會在意嗎 沒有 如果你一開始騙成功了 後面就是可能就是 沒辦法已經被你騙 可是一開始的話 還是會在意 尤其是你用騙的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你用騙的 小憶真的是愛你的啦 好不好 他一開始就揍我 當他七歲好嗎 一開始 這個這個蠻不了 一開始 這不好蠻的 他隨便 也知道他的年紀 對 但是有些人的東西 是Google不出來的 不然我也不會傻傻三年 想聊什麼 想要問夢多 想要問夢多 有沒有碰到 很有那種魅力的 很神秘的女人 讓你征服不了的 有 真的 真的 我很少就是 看到一個女生馬上會愛上 真的很少 但是這個其實最近的事情 喔 我在那個健身房運動 然後 就看到一個女生 我看到她的背影 哇 身材超棒 然後說一個人來 看背影不準 你要不要看她的背影 沒有 看她背影還不知道她快生了 身材超棒 身材超棒 你這樣看得出來 是九個月的孕婦嗎 救命啊 看不出來 對 重點是 她回頭看的時候 連也都是我的天才 超漂亮 天才 對 而且胸部也超大 這嚇死 超大 重點 這個是重點 這誤化女性的人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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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哇 這個女生很漂亮 但是她的表情喔 如果就是 有些女生看到隊員的時候 笑一下 或許就是有可能 讓我一個機會 就是你好你好 或許就是打招呼 但是她每次看到我就這樣 就做自己的事情 很冷淡 我覺得哇 沒機會 但是就是很癢 你知道嗎 結果呢 很癢 抓啊 對 很癢 就抓 沒有 然後那個看好有一天 就是我跟朋友一起運動 然後就是看好這個人認識她 然後就是那時候第一次 我跟她聊天 那一次的她的笑容 我真的 哇 我融化掉了 她因為她 臉都這樣喔 臉都化掉 她都這樣 然後就是我跟她說 她都是這樣 我說 你好 我是日本人 蛤 你是日本人喔 Oh my god 超讚 我被點到 超漂亮 你被 只講那一句話而已 對 你就30秒結束了 差不多15秒 沒有 不是啦 那個感覺 懂不懂啊 你們對 然後呢 然後就是對 重點是 超讚 超讚 然後她剛好說 其實我很喜歡日本 我去過日本什麼 我聊到滿開的 但是我就不敢 不敢就是問她的那個電話 就是她有不敢聞到她的FB 但是就是咬到LINE 有時候她問我說 欸 你是不是就是也叫打拳 好好好就是有訊息就過來 結果呢 因為我都沒有問她有沒有男朋友 結果很好在路上 遇到之前一個一起拍過戲的朋友 結果 那個女生 坐在她的旁邊 她是就是 一半是錢內的人就對了 然後看到的時候 你知道嗎 心好痛 你知道嗎 想要吃 想要摸的時候 吃不到摸不到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沒關係啦 她如果跟你在一起 她也覺得很難過 吃不到摸不到 劉眼幻想給人家啦 可是我碰過的是交往以後 還是這樣 就很多男生會說 要自己的空間啊 然後要 好像就是我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是她不能每天跟我見面 可是沒有像你這樣子啦 沒有你怎麼 她是真的 我今天到底要中幾槍啊 不是因為這個主題 就是為你而設的 所以我跟她專訪就好了 我們專訪就好了 沒有 那她不能見面的原因 因為她是做一些 就她也是做一些 繪畫 藝術跟設計的工作 她就說她要靈感 靈感 就是你一打斷 我就不知道我要畫什麼了 賣叉 對 就是我一開始也這樣想 那我就說 我就當犧牲我的約會的時間 培養出一個飯骨 或畢卡索好了 但你知道有一些人 這就是她死後才會有名 沒關係 要給多送我幾幅畫 我等她死啊 對不對 就是有一些人 是空有藝術家性格 沒有藝術家的才華 就最後也沒畫出個 什麼東西來 但是就是 畫掉了你們的感情 就是有時候 她可能就說她要創作 要靈感 她就不能跟你碰面 然後如果你跟大家說 那我來找你一下 或什麼 她就說不行 我只要見到你 我靈感就會消失 而且我就會不愛你 我想說我現在是怎樣 就是靈感絕緣題 對啊 通常女朋友都是謬師 對啊 就你來給我 觸發要靈感 她可能不是畫人像的吧 所以 anyway這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 你要走到最後 比如說進入家庭 這個人就不適合跟你走入家庭了 這個人不只不適合走入家庭 我覺得連談戀愛都不適合 對 因為你們很多的親密時光 是不能共同分享的 那就好 那我們哈校園這邊也有一個 就是說看過她 18歲的照片 就是消失的一位 對 就是我覺得女生她會 常常會用裝神秘來當作 一個自己的武器 她想要就是讓 就是有點讓你就是 勾你一下 然後 可是你又上勾了以後 她不理你 像我之前就有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她也是這樣 有時候我 明明就是感覺得出來 我們互有好感 然後可能約她出來 她就會沒事就講說 我今天沒辦法來 沒辦法 沒辦法跟你出去看店 沒辦法給你吃飯 那那個原因都很奇怪 比方說她要餵狗 她要餵狗吃飯 她餵狗要餵很久 她的狗不愛吃飯 她狗都要餵三個鐘頭 之類的 要不然就會講說 要不然她就要講說什麼 我今天狀況不好 因為我長了一顆痘痘 所以我不能出門 或者是今天我 一些女孩子覺得會這樣 會真的 對 會有心情不好什麼的 然後可是到後來 就是 就完全是返效果 到後來我就真的 我就覺得你這樣子 有點太故意了 然後可能好不容易 我們出來約會了 她又會裝得這樣 沉默寡言 不講話這樣子 我就覺得你真的太 我的心情是想說 那這樣子可能你真的 對我沒興趣吧 對我沒有意思 那好吧 那我就放棄這樣 後來變成她就變得很主動 她就變成很奇怪 怎麼我沒有再繼續 她這一招沒有奏效 對後來她還跟她的朋友 抱怨說 什麼好像我在耍她這樣子 但其實不是 是她的這一招 有反效果這樣 所以你沒有很喜歡 女生搞神秘啊 太過於搞神秘 我覺得不好 像之前我就我說的那個 之前那個姐姐型的那個 她就是 我們可能出來約會的時候 但她會很熱絡 然後表現得可能 真的很喜歡我 或者是 我們兩個會 很開心很快樂 可是她不是 這個女生就不是 這個女生是 她就會出來 她也會裝得一副很 好像林黛玉那種感覺 有點在裝憂鬱 這樣我就覺得 那就沒意思了 是 對對對 但我覺得黃鐙輝很可惜 怎麼說 你今天來自我完全插不上話 因為琪琪對你 是24小時你就要出現還就出現 她是一直黏一直黏 而且我 其實我都會 你講的是琪琪還是琪嗎 差不多 對 我都會遇到這種 一直黏一直黏的 然後其實不是我們男生要裝什麼神秘感 是你們都沒有發現 比如說他們都會說 你為什麼一直說你在忙你在忙 然後你明明現在沒有在工作 你在休息 那你為什麼還說你在忙 對 然後你們都沒有想到 一天只有24個小時 你已經有20個小時一直打電話來盧了 然後我只剩下4個小時可以休息的時候 然後我那4個小時想休息 你們打電話過來說 你為什麼休息的時候不理我 所以這其實是女生的錯 因為是你們已經一直打了 但是你們打過來都不算 我打過去那一通才算 沒有 因為你要主動關心她 不是嘛 你打過來那通也算 不算 不算 女生要的是主動為問 你打了20個小時我只有4個小時 他打20個小時給你 你每天 你打一通你可以安靜 那20個小時我已經快崩潰了 我那4個小時我想休息 重點是你一天24小時 24小時為什麼要有20個小時都在外面 你打了20個小時的電動 只有那4個小時可以睡 那是該死啊 這該死了 噴得好好喔 噴得好好喔 那個時間怎麼 但是我走這邊 兩邊都不能打 就在想說你錄什麼影 錄20個小時 原來是打電動 你打電動打到說不接電話 他不能走進來跟你講話 但是我必須問一下燈輝 如果今天奇奇不再主動打電話找你 你會不會害怕 我會主動打給他 是不是見 會這樣 但是因為他會一直打 所以我就習慣了 我也不會再回給他 我告訴你有一天 他一定會默默的就告訴你 然後東西拿了就說 他其實已經準備好就走了 你再不珍惜的話 一定會這樣 宇文他們結婚 屁啦 沒有女人 女人會這樣 女人會這樣 先罵王 真的 有一天 不是現在 有可能 對 但是我想貝童童 永遠不會有這一天 沒有 我現在有盡量喔 有盡量嗎 我現在有盡量減少 打電話給他的次數喔 真的 打給黃鐙輝喔 沒有啦 他男朋友啦 對啊 沒有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覺得男生好像真的很需要自己的空間 因為我朋友跟他 他會習慣就是他們家的家室分配 是他老公要負責倒垃圾的 然後他們家大樓的垃圾是在地下室 然後他就說 老公今天要那個垃圾該倒了 然後老公就說喔好 然後就下樓倒垃圾 就兩個小時不見 還是這個地下室是無底洞的 兩個小時找不到他老公 天啊 他一開始會覺得說 恐怖耶 這個一種可能性 是他有另外一個女生住在同一個社區 對 我就想他 他有想過 說是不是有梅亞在那個樓下等他 相會 對 在樓下相會還是什麼 可是這樣很容易被抓包啊 他就下樓去看 他有一次就跟蹤他老公 就是他老公下去倒垃圾 然後他就坐另外下一台電梯下去 你看 就是他老公開車出去了 那垃圾太臭了 他不想要在他 沒有 然後後來 你乾脆說他開車去追走掉的垃圾車好了 沒有他們是大樓統一的那種垃圾場 對 對 然後他下去看 然後看到說 就是他們家車位是空的 老公開車走掉了 他就開始打電話問問 然後我一開始找不到 然後後來狂call朋友們這樣 後來終於知道了 他老公就是覺得家裡有點悶 他一天在家帶小孩啊 又工作啊什麼的 他就只剩倒垃圾這個時間 可以自己一個人出去透透氣 所以他就是車開著就出去洗車 所以他後來就比較能夠理解說 男生需要 老公如果要去倒垃圾的時候 有看到他抓鑰匙 就知道他老公今天會比較晚回來 他後來也滿信任他老公 他們之間有取得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我有聽類似這種故事 就是這個老婆的老公 他是早上去上班之前 他都會留狗 去附近的公園留狗 他覺得這個時間我就可以放鬆一下 可以準備心理啊今天 但他留狗的時間有一點長 有超過一個小時 然後他就這樣每天自己會去 然後那個老婆說 我陪你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說我自己去 自己可以放鬆一下自己去 然後有一天 老公是比較早要去上班 然後老婆說 那我今天我就自己帶狗 他自己帶狗去那個公園 結果他看到遠方有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走過來也是留狗了 然後他們兩隻狗 就開始衝到互相就彼此 然後他覺得 等一下我的狗 他攻擊那個狗 要抓 那來不及抓 結果兩隻狗就開始玩了 他說奇怪 我的狗怎麼跟那隻狗 還那麼熟 不懂那個意思嗎 他早上去 就是兩隻狗很熟嗎 沒有 就是那個老公是早上去找那個女生 兩隻狗的主人也很熟就對了 對 我覺得大部分的時間 我覺得有女生在搞生命 是一定有東西在隱藏啊 最近有認識一個女生啊 然後她就是一開始就是很有氣質啊 就是那種姿勢很挺的那種 然後講話也很溫柔 然後就是有那種吸引力 那可是後面其實跟她聊到一些東西 她就是很會轉移話題啊 那後面我又開始懷疑嘛 那她也是說她是學生 可是她身上的東西全部都是名牌 然後寶寶也是那種 可能是去買那種二十幾萬的那種 就是寶寶 結果啊 就是有 因為她會在我家過夜 那常常也是可能是到某一個時間 她又會想說 我明天要上課啊 我要先回家 那有時候她也是說今天可以過夜 可是我醒來的時候她已經不在 在一起一段時間就發現 其實她有男朋友在美國啊 然後那個男朋友也是一個月會給她幾十萬 就這樣子啊 然後她也是其實也有在讀書啦 可是其實就這樣子啊 但是她在美國 她的男朋友在美國 對 然後就是每個月 每個月會給她那個多少錢去生活 所以你就是那個電控黨的那個 我平時說 而且當我發現的時候 她都說 我說那你把我當什麼 她說 你是我的小三 她就這樣告訴你啊 這麼坦白喔 我覺得她算了 她還跟你說明白 對 坦白 對 坦白講嘛 我康來台灣的時候遇到更傷人的故事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 對 康好上來台北吧 二十六 二十七的時候 然後那個康好認識到一個模特兒 他十九歲 非常漂亮 非常有氣質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覺得 哇 這個應該我醉不到 那個感覺 就是我不會想專注她的那個身上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對我就是太 賴蛤蟆吃天鵝 賴蛤蟆吃天鵝 太高興 那結果呢 突然她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想說 好 接電話嘛 對不對 她說 欸夢多啊 要不要先 先在看我吃飯 哇 這個女生來找我吃飯 哇 好開心喔 然後就我有一點緊張 真的很緊張 然後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沒有 比較沒有錢 但是我不知道去哪裡 結果她帶我去吃火鍋 而且我基本上 我不太會給女生買單 但是她很聰明 我起洗手機的時候 她買完單了 然後呢 我就哇 這個女生怎麼那麼 貼心 對 然後她 結果呢 介紹給賈斯汀吧 賈斯汀好開心喔 好想要 好想要 對 很想要 結果我在周日的時候 她直接 這樣 勾你是不是 直接喔 直接這樣 對 這樣 靠過來 胸部靠到你手臂 而且在就是中小同路上 就很多人 我心裡想說 欸 我有點搞不懂情況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問她說 那 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現在去哪裡嗎 她說都可以啊 去你家 聽到都可以 誰不會說 來我家 好直接 聽到都可以 所以夢多 那天晚上你處理了嗎 有 然後 反正就是 那天就是我們發生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牌子 找得到喔 找得到喔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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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自己講的都不算 來 繼續 然後就是那天解釋之後 就有時候 去也會吃飯幹嘛的 但是 我有一次 欸 那我今天送你回家 結果呢 她住在人愛路的地堡 我心裡想說 哇 人愛路的地堡 也就是 她其實這件事情發生 沒有很 沒有很久之前欸 因為地堡是後來才蓋好 沒有 在那個五六年前吧 五六年前 對啊 差不多啊 對啊 五六年前 然後我覺得 哇 天啊她真的 而且地堡 對 你講得沒錯 就是慷慨嘛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 多高級 有一點我嚇到 然後就是 她也 不會講很多她自己的故事 我也不敢問 然後有一天 她 我看到就是 一個男生 跑車 就是菲拉利 載她回去 但是 我相信她不是被保養 但是我感覺得到 她的爸爸媽媽 我也看到她的FB啊什麼 她的生活非常的有錢 然後覺得 有 讓我覺得 我的自重心有一點傷 對 我第一次就是 為了這個自重心 我放棄女生 但是我覺得她很有神秘的 請問她神秘在哪裡 就那個 她不講自己的故事 而且她是 是你不敢問吧 我有一個朋友 她住在高雄 然後她女朋友住在台北 然後她們那個時候 有在一起的時候 在一起不知道多久 然後有發生過事情 然後那男的回去之後 一直打電話打給那女的 那女的接電話 但是她們想約會的時候 那女的都不要 她說這個禮拜不要好不好 因為我很忙 然後那男的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女的 一直不要跟她約會 就已經在一起了很久 然後呢 有一天我朋友的生日 在台北 她的朋友的生日 然後這個男生 從高雄跑去到台北 跟朋友就是過生日 然後在夜店 在夜店的時候 看到她女朋友 跟別的男生 就是跳舞 然後還有青青 然後那男的看都嚇死了 然後都沒有去跟那女的講話 自己去喝酒 喝喝喝到不行 對 那女的跳舞 跟誰跳舞 是跟她的好朋友跳舞 跟那個男生的 對 偷偷跟那個男生的好朋友在一起 然後還有青青 然後那男的看到就很難過 非常難過 一直一直喝喝喝喝到不行 然後喝到 在那個夜店的門口就是 呃 怎麼講 躺下來 然後那女的出來 看到那個男的還跟他說 你真的是讓我很丟臉 在這邊喝酒 還喝得這樣子 哇塞 對 那女的這樣子 就是這樣打打那個男的 那男的就是 整個都歪掉了 後來 古龍這個例子 我也覺得很妙 對啊 有一個朋友 一個德國朋友 然後呢 今天沒來吧 他有遇過一個很神秘的女生 然後呢 那個時候 我們剛好在一個酒吧 然後他有看到一個女生 然後跟我講 古龍你看 那個女生怎麼這麼漂亮 很辣很高 我說 因為我的朋友有點害羞 所以我跟他講 對啊 沒有問題 所以你跟他就是溝通 你跟他聊一聊 然後他去那邊 然後五分鐘後 他又打打電話好嗎 然後呢 他們開啟約會 然後兩個禮拜後 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古龍 你記得那個女生嗎 哪一個 那個酒吧的那個 哦對對 對 他說 他說 我再跟他約會兩次 然後第二次呢 我們去那個電影院 然後呢 我 開始 在他的外面 然後 親親他 親親我 然後 開始 摸他 哈哈 哈哈 然後呢 摸下來 然後 他說 但是呢 我發現 那個女生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是 她有香蕉 哈哈 有可能 她是一隻猴子 她喜歡吃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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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嗎 沒地方放 她就放在那裡啦 對她有長腔界 你看這個世界 是不是無奇不有 是個女的 她不想要有香蕉 但還有香蕉 是個男的 想找香蕉 但找不到香蕉 多好啊 給我嘛 給我嘛 我接下來 喂 但是有一種男生 就是 神秘到家裡的事都不聊 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一個姐妹 然後她最近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她男朋友 就是常常會 吹噓說自己家裡 很有錢啊 然後有很多台車啊 然後有七個車位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她從來就沒有邀過我 那個女生朋友去她家 然後 一直到後來有一次 他們一群人出去吃飯 然後 朋友就說 那不然我送你們回家好了 那這個路線 男生比較近 男生先到 然後那個女生就坐在車上 然後後來 開到那個男生家的時候 發現說 其實那個男生家裡是 一個檳榔攤 然後 然後其實女生心裡就會覺得 有些賣檳榔的家裡 真的很有趣 是收現金的 對啊 一種檳榔樹 檳榔樹都在家裡 滾三年都滾不完 賣米粉湯的家裡開冰室很多 對 真的 可是你知道對女生來說 她就會覺得說 妳就算家裡開檳榔攤 不管妳有錢沒有錢 那都沒有關係 講實話 我們都已經在一起了 講實話 有錢又怎麼樣 但是檳榔攤 舊檳榔攤又不會怎麼樣 就是她希望說 都已經到交往這個地步了 希望說是可以坦誠相見的 就是不要用騙的 後來咧 她就繼續這樣下去啊 所以就只是個檳榔攤 對 但她後來好像 後來她就會包油啊 包錢啊 她就開始變檳榔攤食 沒有啦 說不定不是在台北市 有七個車位 是在苗栗或哪裡 有七個車位 說不定 搞不好她沒有說謊 只是地點不同而已 檳榔攤旁邊有 檳榔攤全省連鎖的 真的 出國標有沒有 公公立 對啊 金國花 拜託 而且妳們女生才愛裝神弄鬼 對嘛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因為她是職業軍人 然後她是憲兵 然後她之前就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那個女朋友就是也是 也交了一段時間 也差不多快半年 也都問她說 那妳家裡做什麼 她說我媽媽是老師 我爸是公務員 就這樣 然後每次可能要去接她的話 好 約會完送她回家 她就是可能 永遠就是 把她就是在這邊 然後她女朋友就說 那我就 妳幫我放在巷口就好了 我自己走進去 然後比如說要約會 她就也不會叫那個男生來接她 他們都約在可能捷運站 或者直接約在電影院東區 結果呢 過一陣子她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陣子她的長官 就常常會跟她 把她叫來說 我告訴妳啊 妳現在這個交女朋友 對女孩子一定要這個 從一而終 絕對不可以欺騙女孩子的感情 對女生要好 絕對不可以打她 妳既然認定了這個女生 妳就要跟她一輩子 把她講很多 她就覺得奇怪 我的長官為什麼 講一堆有的沒的這樣 長官怎麼知道她交女朋友 對 對啊 所以她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職業軍人交女朋友很正常 然後結果搞到最後呢 她後來輾轉 真的是在一起已經一年了 她女朋友有一天 老實跟她講說 好啦 其實我爸爸是 憲兵副司令 她才覺得 那就是我 那就是她的頂頭上司 對 所以難怪每次都不敢 就是讓她去她家接她 因為他們家有傳令 這個很妙耶 對 爸爸都已經知道 為什麼不讓男朋友知道啊 沒有沒有 就是 不是 以前我們喔 不要說看到這種 猩猩泡泡的 我們看到那種多兩嬌的 我們都散尿了 要蹲下立正 更何況這種猩猩的 對 因為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是職業軍人 那這個女生她心裡 因為畢竟自己 爸爸是一個 這麼位高權重的人 她不可以 如果說真的 太過於熱絡的話 可能比如說好 今天這個男生 可能有什麼比較爽的猜思 或者有什麼比較好的發展 可能自然就會聯想到 她爸爸給她的一些那個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 講聲音這樣 我說你怎麼知道 這個小時候 因為美國的軍人很多 是 而且他們是很很高的一個位置 不管是 就普通的一個軍人還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很尊重他們 所以我們 如果知道那個女生 爸爸是一個軍人 我們 不敢跟她交往 就很嚴肅 很怕對不對 對 然後爸爸就是 頭髮就很珍奇啊 然後穿那個西裝 還是她的那個 Marine的衣服 對對對 就是 就是你 你會怕她 位置 因為薛阿佳那個位置 只能坐三分之一 然後腰桿要打架 對 可是那個女的不坦白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她其實是因為 喜歡這個男的要保護她 對啦 也是因為這樣子 這是不坦白是好的 所以在一起久了以後 才真的老實跟她講 是 我其實有一點好奇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男女朋友 這樣子裝神秘 你們最高可以容忍到多久 最高 比如說像我個人的例子 我撐了三年 太誇張了啦 太誇張了啦 是在 就是慈善在做這件事情的吧 你不知道她家住哪裡 你也沒有她家地址 你也沒見過她的家人 你會這樣子可以撐多久 我覺得我的成熟度 就是跟年紀一直 現在比較不在乎啦 可是之前會想要知道這種事情 現在不在乎 因為你現在要的不是愛 不是這樣講啦 我是知道大家的生活都是比較複雜 可能是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很複雜 誰生活複雜 沒有人生活複雜 我們都很單純喔 欸欸欸欸 有點執子好不好 這個沒辦法幫你講 你之後轉過去了 路多可以撐多久 你不知道她家住哪 沒有她家電話號碼 兩個月 兩個月 然後她也不是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她回家都關機 那很難耶 我覺得 兩個禮拜 關機那個一個禮拜應該就這樣 兩個禮拜吧 差不多兩個禮拜 差不多兩個禮拜 看彎機真的沒辦法 好 那我問舉牌 如果你可以這樣繼續下去 撐一年的情取圈 不能撐的情取差 哪有人那麼傻啦 哪有人那麼笨的啦 不行 我們也不行 女生也都不行 重點是她 貝童童你沒有資格講話 不行 關機我也不行啦 她上次去日本 然後關機找不到 然後不跟我試學 你幹嘛來日本找不到東西 你們日本真的很恐怖耶 男生也去找不到 台灣也會找不到 為什麼還要日本 那就是你本人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日本政府讓你去日本 但是你在台灣也找不到東西 是你自己的問題 重點是 如果她晚上都不接你電話 都關機 那你第二次碰到她的時候 她會 你跟她問她 她會給你什麼答案 她說晚上幹嘛 沒電了嗎 還是睡覺的關機 一年了 一年晚上都睡著 不是這種真的 如果有辦法撐這麼久 真的智商是有問題的啦 你這樣罵到人喔 罵人喔 不是 因為有時候 工作的時間是在一起的啊 OK 對 因為工作的性質是 互相雷同 可是不可能每天晚上都要工作 她總是有晚上不工作 而且除了工作之外 你們應該需要 就是私底下聊聊天吧 我覺得那個手機開的是 可以彼此可以聯絡到對方 有啦 單獨約會應該有啦 只是說她回到家就關機啊 回到家就關機 那你不會想要問嗎 那你問她給你什麼答案呢 我們專訪 對啊 如果你們兩個 因為我們太好奇了 如果連問都不問問 那真的是智商有問題了 究竟是怎麼樣 如果你們兩個住在一起 比方說今天你們兩個一起過夜 她也關機嗎 對 會不會做給你看的 那她有在 她的電話有想過嗎 就在你面前 也沒有過 但是她因為她 當時候給的理由 我覺得還蠻準 我覺得還蠻能接受 就是她說她回家就是要休息 家裡是她那個 休息的地方 我相信 是不是 你相信你有碰過這種事 我說家裡要休息 我說如果她跟我說她回家 她真的想要休息 她想要安靜 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她應該 如果你們兩個會在一起 你應該才是她休息的地方 但我們現在就是沒有住在一起 你確定 過夜好不好 小可的朋友也碰過同樣的事情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朋友 剛才你有講說 就是她身邊有沒有好的朋友 或她有沒有見過她的好朋友 的確有 就是在她們倆發生關係的那一個晚上 為什麼她會決定要跟她發生關係 是因為她的好朋友們 每個都 因為男生的那種麻吉 你可以知道他們對於你帶來的女朋友 那種熱絡度 會覺得 哇 你終於帶一個女朋友來了 而且所有的朋友都去跟她聊天 然後去跟這個女生說 你知道嗎 我們跟她相處這麼久 她從來沒有帶過女生 更不用說是從她嘴巴講說是女朋友 一樣的話我也聽過 於是這女生就覺得 好 我就是她女朋友了 於是她在她撲倒她的時候 她就不反抗 於是她們就發生關係 但是這女生真的後來崩潰的原因是因為 她後來去三四團 就是可能去三四個聚會 發現到她的好朋友都不是同一團 可是她跟她這些 就是這個男生跟她這些好朋友 感覺都很好 有一次在她那個男生帶她去 她好朋友的婚禮 她帶這個女生去她好朋友的婚禮 發現到她好朋友的婚禮上面 她居然這些朋友 她一個都沒有看過 就是之前出現到她生命中的這些 好朋友們 在結婚那一天居然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她很不知道是 這個男生到底有多少朋友圈 還是哪一個 這個 對不起 這個有點難講 就是說可能我們每天出來的是 是我的大學同學 但今天我帶你去的是我國小同學的婚禮 那可能真的打不上吧 沒有 她去的都是社會人士 都是工作的朋友 到哪裡她都有公開她是她女朋友的身份嗎 沒有 後來結婚那個她也是她都沒有講 可是大家都有點頭打招呼 但是也很奇怪 就是一般來講 你帶一個女生朋友去 大家應該問說 這是誰啊 可是同一桌的人都只有點頭之交 就是感覺似乎有熟悉 但是並沒有到像之前那麼熱絡 有像妳吃一些喜酒 真的也不是很熟的啊 不是 因為我的狀況不一樣 因為我的狀況是 我是公開的女朋友啊 是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兩個在一起啊 是 所以我就會相信啊 對 那是不一樣的 女生就覺得不要問 反正既然她已經願意給我 第一次的關係了 而且她有 她一直記得就是 她那些男生朋友 跟那個女生講說 哇 她都沒有帶過女生耶 你是她唯一帶來的 我們介紹過 真的是女朋友的女孩子 沒有 這一招我們常常用 戰果 你說其他的男朋友會cover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男生會cover嗎 我們聽一下男生的意見是什麼 我跟你講 比例說好 我們就是比例說 我跟你好了 我跟大家出去玩對不對 然後說其他的 比教授的朋友 他沒有跟我說明喔 他沒有 如果他很多妹 其實我知道 那 但是他那一天 我們這邊都是男生 他太冷妹 一次就我們知道了 就是我們 自動說 我明明就知道很多妹嘛 但是說 欸 我第一次耶 他真的很愛你 我好棒 我第一次他愛你 第一次這樣講 好帥喔 難道我會 比如說今天黃鐙輝 帶一個妞出來 然後我想說 我跟你講他這個月 你是帶著第16個出來的 不可能嘛 對啊 我一定講說他真的很好 男生會有義氣 所以男人的神秘感 也是要靠男人的義氣相添 當然啊 男人是有這種的一個默契 我們都想好好吃飯 不然勒 你自己想一下 他三次的妹妹跟你不一樣喔 你們就要講實在話 對啊 你們這樣害了一個少女 我們會很自然的就cover 因為他是他的朋友啊 他自己的朋友 重點是他人 譬如說我們幫忙講話對不對 但是像是兩個人的事情 又一次 不是你可以不要 他轉過去 你可以不要講實話 但你不能講話 對 你就不要講話而已 對 你就不要講話而已 就不要講話 你可以不要講話 更厲害的 女人是有種莫名的 就是你一聽到你是最後一個 或是公開的那一個 是唯一 唯一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八位男士們 你們都覺得小可的朋友的男朋友 是有問題的對不對 有的話請舉拳 沒有的話請舉擦 而且他每天半夜三點才來對不對 到現在 到現在都是 肯定有啦 每天半夜三四點才出現 然後從來沒有在 就是很少在公開的場合說 他是他女朋友 從來沒有 就是他朋友說過他那一次 就是半夜三四點才來 天還沒亮一定要走 沒有啦 天亮走啦 有才走啦 不然他天才走啦 又不是香爐 化為一呂白煙 是真的有問題 男生們如果你碰到 你真的很愛的女生 你們都不會這樣做吧 不會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是 他不是有別的女人 是說他工作室 比如說他是臥底 不是說 可是他就是一個話 電影像太多 他就是一個話 這個薪金又臥底 我們節目講過這個故事 間諜 有可能啊 可是他就是一個化妝師的主管 就是一個化妝業務的主管 所以他的工作其實很普通 只是我覺得一方面 這個女生一直不願意給自己一個答案 他怕給答案之後 他唯一的快樂都沒有了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女朋友是德國人 然後他們在一起很久 非常久 然後三年 然後這個男生有認識那個女生的家人 都認識 然後用那個Facebook聊天 然後呢 這個女的有一個姊 她有姊姊在德國 然後那男的在一起三年之後 他女朋友的姐姐 有傳一個照片給他 什麼照片呢 一個小孩子的照片 對 然後那個男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有小孩子的照片 然後跟他說 這個小孩子的照片很可愛 他是誰 他說這是女朋友的小孩子 那男的都嚇死了 那女的都沒有跟他講他有小孩子 然後那個男的就是 那個時候確定一定要跟這個女的分手 在一起三年 為什麼沒有跟我講你有小孩子 對不對 很難啟齒啊 對 三年 會斷過去啊 三年 對啊 所以要講都三年的 對 已經三年 然後跟那個女的說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講 你有小孩子 你要跟我講啊 那女的說不重要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事 真的不重要 然後就後面好了 又在一起 在一起過了兩年之後 我就變五年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她姐姐又跟他說 我跟你講喔 這個你的女朋友有勞工 而且還沒有 還沒有 離婚 還沒有離婚 很重要 那就很重要了 還沒有離婚 等一下 重點是 誰把這個照片給這個男生看 她姐姐啊 那她姐姐明明就都知道 為什麼她姐姐到時候不明講咧 她姐姐跟她 跟我朋友女朋友說 你應該跟她講啊 對啊 你跟她在一起這麼久 要跟她講 她對那女的害怕 那男的會離開她 然後都沒有跟她講 然後姐姐就是 後面受不了自己跟她講 然後就跟她說 她說還沒有離婚喔 那你要去想清楚一下 你要不要繼續跟她在一起 可是這五年 她不用回去跟她老公在一起嗎 她跟朗郭那個時候沒有 分居 因為他們 他們吵架 吵架之後 然後陳女的是為了一個吵架 離開德國來台灣 對 所以你看 只要有嚴重的神秘感的感情 已經有鬼 其實都有鬼 對 這個故事還沒講完了 結果呢 對 還沒 好 告訴我們 你要不要聽那個結果怎麼樣 然後那個男的 那個男的覺得很愛這個女的 我們就是男的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對 後來呢 這個女的回德國 跟那個她的老公離婚 然後回來跟那個男的在一起 那還是 那很好 對 對 要選到好不好 要跟她一樣嘛 對 要堅持到底 要選擇啦 要選擇 對啦 我們現在感情生活也相當好 是啊 要選擇對的 對 我跟你講 那個交往的時候故作神秘是一種情趣 對 可是交往以後還這樣的話 那可能大家就要三思而後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要分析一牆下次見 謝謝 nuev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